12年后再战冬奥 首战告辅的中国女兵期待新突破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还未举行 中国冬奥军团就已经逐一亮相 2月3日中午 中国女子冰球队在五科松体育馆完成了首秀 在对阵杰克女子冰球队的小组赛里 中国队遗憾已一至三落败 虽然没有赢来开门红 但是中国队还是打出了步伐亮点的表现 也为后面的几场比赛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这是中国女子冰球队第四次战上奥运的舞台 在此前的三次奥运之旅中 中国女子冰球队在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上 取得了第四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时隔12年再次回到奥运舞台 这支处于已老代新状态的球队 也希望在家门口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上取得新突破 中国队在比赛中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支冰上竞技队伍中 北京冬奥会23人大名单里 有16位都是来自同一家俱乐部的运动员 他们分别为王玉婷 刘志欣 林启奇 林妮 周佳音 赵启南 朱瑞 胡宝珍 张喜芳 康木兰 林嘉欣 黄慧尔 费安娜 陈提亚 米勒和利贝卡 在刚刚过去的2021-2022赛季 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上半赛季比赛中 这16人全部代表 深圳昆仑红星冰球俱乐部参赛 这16名队员中 刘志欣是曾经参加过温哥华冬奥会的老将了 而和他有着一样经历的 还有前锋张梦盈 以及私职后卫的中国女兵队长张梦盈 33岁队长余百威 是阵容中年纪最长的球队 但也是最稳健的精神支柱 她的经验也是女队与其他强队竞争的重要资本 重回冬奥会的赛场 这支中国女子冰球队 期待着能够小组出现 但是他们面前的这条晋级之路并不平坦 首战对阵的杰克女子冰球队 自1999年建队以来 虽然是第一次出现在东奥女子冰球的正赛赛场上 但他们近年来的成绩有目共睹 是第三集团挑战第二集团的领头兵 据报道 这支杰克女兵的主力队员 均来自于2014年 U18女子世锦赛的黄金一代 在那届世锦赛上 杰克队获得了铜牌 这是杰克女子冰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成绩 在这支队伍中有10名球员最后都被美国NCAA一级大学录取 毕业后都在欧洲联赛打拼 他们连续两次获得世锦赛第六 并在北京冬奥会预选赛中 先后以16比0战胜波兰 5比1战胜匈牙利 3比1战胜挪威 三战三胜 创纪录的以绝对优势赢得了飞往北京的机票 而尽管没有能够在首场比赛赢得开门红 但中国女子冰球队并没有失掉信心 在接下来的小组赛中 中国女子冰球队还要向同组的日本 瑞典和丹麦发起挑战 相对最熟悉的日本队 有可能成为中国女子冰球队小组出现的突破口 正如于百威在接受采访时所说 队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信任 就是他们的信心来源 感谢观看